我们都很尊敬那位媒体人 他今天精准爆料说 我们台湾5月底跟6月中 会有疫苗分批来台 而且不只只有AZ 连莫德纳都有可能 对 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个消息 再次的说一遍 因为已经说到口水都干了 因为从去年11月份 到今年的3月以前 都已经有说明说 哪些疫苗在什么时候会到 那么这个时间点呢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就是落差 只是疫苗的数量 可能跟我们的民众 有一些距离而已 因为当时主要谈的是 大方向的疫苗 那就是AZ1000剂 1000万剂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在节目上 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其实呢 当AZ在去年的 这个7月份的时候 它二期就已经是进行的时候呢 美国呢就已经开始投资AZ了 那而且这AZ呢 是在美国生产 英国生产 荷兰生产 韩国生产 印度也有生产 当时一度传出来 台湾亚想要争取代工的机会 但因为不明的原因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时间点应该是去年 五六月份的消息 好 那回头一件事情就说 因为我们在AZ 在研发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已经投资它 1000万剂的金额 那要知道哦 如果AZ没有成功的话 这1000万剂的这个金额呢 就打水漂 大概一剂 大概10块美金左右 好 所以呢 这个AZ的1000万剂的计量呢 基本上是已经确定 而且就是今年的六月份 好 只是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说呢 到底这个AZ1000万剂 是英国制造的呢 还是荷兰制造的 还是印度制造 跟或者是韩国制造 这个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可以确定件事情是说呢 美国呢 在今年的4月27号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宣布了 他们总共呢 是有6000万剂 要送到国外去 那么在4月底的时候 就有500万剂了 那么现在呢 是追加的 在5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有2000万剂 确认要出来 总数是 刚才拜登是说7000万剂了 这是我们说AZ的6000万剂 再加上Modora 甚至可能这个 浇升其他的加钱 会超过这7500万剂 好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外交部的 这个 我们的外交部代表 就立刻说 我们要去争取这2000万剂呢 能够尽快来台湾 好 总结而言呢 我们大概有4种疫苗 会来台湾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AZ 但AZ呢 要分两种方式给我们 一个呢 就是从COVAX 那我们自己了解呢 AZ呢 现在已经提出了 7600万剂的 这个数量 给80个国家 所以我们都有 小量小量的 可以取得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直接AZ生产 卖给台湾 那我们是去年 就已经投资了 是1000万剂 好 另外呢 就是Modora 因为Modora开门做生意嘛 他当然一定希望有订单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他在进入二期的时候呢 就已经跟他下定 金额是 数量是505万剂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按照他们现在 美国在6月之前 基本上呢 他们现在已经有 1亿8千万人 都已经施打完了 预计呢 在6月份的时候 第一波会打完 那加上各国 已经开始进入量产 所以Modora的这个疫苗呢 一定一定会在7月底之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7月底来 我们就用不到了 我们就我自己的股 高端跟联雅就有了嘛 所以Modora当然为了这个生意成交 所以估计呢 应该时间点 也是在6月 所以6月底的时间会很忙 不论是500万剂的AZ先过来 因为它不可能1000万剂过来 500万剂的先过来 然后Modora500万剂 那你就1000万剂要打了哦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 你要打Modora还是要打AZ 这是到时候可能民众 会思考的问题哦 那么同时间呢 我们刚才讲 就是第三波是Modora嘛 那么第四个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高端 跟这个联雅 事实上呢 高端在去年的这个10月份呢 他们疫苗就已经做出来了 不论是动物实验 或一起实验呢 基本上都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说动物实验 就是说这个到底 它产生疫苗是多少嘛 如果可以 它才会进入到人体实验 如果不行 那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比如说国光森 第一期就没有办法做了嘛 很明显它有点问题 那第一期呢 是说做什么安全性 就是你打了身体 会不会产生副作用 那我们说这个问题 也没有问题 那么第二期 就是打这个效率 那第三期就是 第三期我们台湾 没有办法做的原因是 因为台湾现在疫情 没有这么多病例 没有那么多 你只能到拉丁美洲 或者是到东南亚 才做这种大规模的这个试验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跳过第三期了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呢 是所谓的 就是蛋白质合成 那这个技术呢 在台湾呢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 所以呢估计呢 以现在呢 这个联雅的产能呢 一年的产能呢 据了解 因为还有十个大的 这个培养槽 可以生产两亿支的这个疫苗 到年底啊 到年底 这个一定台湾是吐出来嘛 据了解的这些疫苗呢 巴西已经愿意 就是跟这个 印度跟巴西都愿意 就是利用这个联雅 印度已经说可以了 那当时它锁定是秘鲁 就是我们这个疫苗呢 到秘鲁来做这个三期 所以联雅已经谈好了 那么高端呢 基本上原本是跟马来西亚 但因为不明年因 就没有第三期了 但不论怎么样 这个整个疫苗技术 我们所拿到的 这个疫苗的这个株 这个原本的这个病毒株呢 其实跟Modora 都是同个来源 都是国外院 只是我们生产方式 比较不一样 我们用组合蛋白生产 那么这个Modora 是用NRA来生产 但是NRA有一个缺点 就打下去第一剂的时候 你会痛 那这个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所谓的这个 因为它是打到那个 肌肉皮下 那我们是用一般的 就是你打那个流行性病毒 我们说流行性感冒 你打的方式一样 都是用组合蛋白 所以它的疼动度比较低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效能呢 基本上据了解呢 据我们之前 从记者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效能跟Modora 都差不多就是9成5 那当然我们都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8成嘛 但是不论怎么样呢 最新国外已经做出报道 其实没有所谓的7成8成 其实大概到第一剂下来的时候 大概都有8成以上的效能 这是这两天最新的媒体 不论是AZ Modora 都已经有8成以上的效果 那是在英国做出一个实验 就是说 对65岁以上打AZ的人呢 他可以产生95%上的这个治疗域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疫苗这个问题呢 在台湾不是问题 那至于有人会提讨爆料的 5月66月 其实我们在去年 就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5月6月呢 就有分批出来 而国外的疫苗呢 一定要紧急在6月之前 现在比较好奇的是BioNTech 因为BioNTech一看 哇这个 你不要说是1万剂 2万剂 你500万剂 几万剂都是生意 而且BioNTech的价格又特别贵 所以呢 据了解呢 BioNTech也急了 因为台湾现在疫苗 已经开始做出来了 所以据了解 侧面的了解呢 他现在呢 也主动的想跟我们谈 这才是有陈时中说一句话说 如果你们想要跟他谈 就谈吧 其实背后理由就是说 我们的疫苗其实已经买足够了 那BioNTech你太晚来了 那BioNTech价格又比较贵 那事实上呢 BioNTech现在遇到一个敌人 就是赛诺菲 就是法国的 法国的疫苗呢 也是估计他用的这个做法 也是重组蛋白 疫据呢 也是7月份呢 也可以就上市 而且他不用 那这样子后面疫苗 就多点开花了啊 而且你知道他不用负70度 他就是常温 常温就可以了 好就我们放冰箱就可以 五度以下 所以而且赛诺菲很猛的 罢国的 他已经说一句话 他的疫苗呢 基本上的效率是多少 你知道听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数字 应该是目前听到疫苗 最凶猛的 他说百分之百 所以整体而言 将来我们不是买方市场 现在不是卖方市场 就是到了6月之后 就不是卖方市场了 是买方市场 就是我们要跟谁买 那当时到时候的价格呢 其实也会相对比较便宜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这些疫苗都是集中在六七月到的话 那可能一下子就是2000万剂 1500万剂到2000 因为我们是跟林亚市下500万剂嘛 那跟这个高端市开口价500万剂 所以如果今天那时候 为什么做这个预备呢 就是万一我们在国际买不到的话 至少我们可以从国内来生产 那现在政府要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可能五六月份的时间 五六七月之后 这三个月里面可能会有高达 你这样算就出来 大概差不多2500万剂 到3000万剂就会抵台了 到时候我们怎么把它有效打完 才是最大的问题 是 其实这个也所谓 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媒体人的爆料 其实你看路透社其实也帮我们证明了 路透社其实说会有更多的 COVID-19的疫苗来到台湾 在疫情扩散之后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确实 好像在美国的角度 或是说在台湾在争取疫苗的角度 在这个时候或许可以开花结果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张诚大哥 就说其实现在这个疫情 对您的生活有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或是你自己感觉 台湾的疫情有舒缓的可能 或怎么样吗 我当然有造成影响 比如我现在干嘛戴口罩 对不对 我平常不戴口罩 你有真的有慌到 像我现在是这样 我只要一出门上车就开始喷酒精 真的蛮紧张的 我想这样子 我们先不要讲那些慌 而是我们在一个特殊状况下 对自己做了健康保护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举个例子讲 就算现在没有疫情 我们学校 以前小学健康教育教我们 是不是吃饭前先洗手 一样嘛对不对 本来就要做的 所以我想说 先不要讲说 现在有疫情 有些确诊数字这样出来 那对我们生活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但是在不同的状况下 该做什么事 我们继续配合做什么事 这是对的 这是第一个我想讲 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说 其实疫苗的扩散 应该讲病毒的扩散 这件事有一个重点 叫做病毒浓度 病毒浓度高 它才会扩散 因为每一个人 一群人在这个地方 我想因为我们台湾 没有做所谓的 最后的筛检 就是我说那个 我讲的是那个 不是PCR 是抗原的筛检 我们没有做这个 抗原的筛检 我们没有做这个筛检 所以我们不知道 台湾到底有多少人 已经具备免疫能力 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不重要 我想讲的是说 其实就算现在这种状况 现在这种状况 为什么有一种数据讲说 比如说全民打疫苗 打到什么多少比例 比如说60%之后 只有社区免疫力就出来了 这在讲什么 当有多少人 具有多少抗体的时候 这个免疫就出来 那没有打的人怎么办 没有人就该怎么样 也不是 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 但它会制造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病毒浓度高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要阻断病毒浓度的扩散 因为越多人得的话 那病毒浓度就越来越高 那我们只要阻断的扩散 所以现在有一些所谓的 不管是居家隔离 或者说我们戴口罩 或者分流上班等等 都是为了这个在做的 那所以我讲 有没有造成我困扰 当然有啊 因为我本来生活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配合的 要把病毒浓度降低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些措施 都是合理的 是 其实要跟大家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台湾 当然面临到 非常非常严重的困境 可是不要以为 只有台湾面临到 这样的困境 其实现在非常非常多的 防疫的模范 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的 越南 比如我们过去讲的 新加坡 其实现在也都在面临 疫情的爆发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疫情不断的在变种 然后呢 人的隔离 是越来越困难 我们隔离了一年多 比如说以 越南或新加坡来说 他们不可能 真的一年多 都完全处在 市级的高强度的隔离 所以呢 当你一扩散 而病毒开始变种的时候呢 比如说新加坡5月16号 越南5月16号 就通布了187例的确诊 跟台湾现在状况 有一点类似 新加坡5月16号 是38例的本土确诊 但是目前看起来 新加坡确诊的源头 很有可能 也是来自于 他们的机场 张宜国际机场 所以说其实这个病毒啊 在没有疫苗之前 我们人类 唯一可以预防疫苗的方式 病毒的方式 只有两个 请洗手戴口罩 所以说希望大家 也要度过这一段 我们还没有疫苗 还没有到货 还没有接受完成的空窗期 最后最后隧道的 最后那一段黑暗 就是这两个月 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战胜病毒